今天是2013年的10月13号 星期五 我们在周二晚上的 周二下午的课 语言课 跟咱们学员说了 本周周三周四周五 大概率没有操作 请看文档 第一张图 这是周二 那么今天的收盘价格 距离周二的收盘价格 没有太大变化 所以这个周三周四周五 没有操作 大家不要过分的 有必要的情绪 昨天涨了今天跌了就受不了 昨天跌了今天涨了今天 实际上它就是没涨没跌 是吧 你就当它没涨没跌 没涨没跌 周二能接受 周三能接受 怎么就不能接受现在呢 另外呢 指数在目前的 这个狭小的空间里 不会续成太久 现在呢是3088 向下25个点 3063 就会图日线的增画 向上呢 差不多在 这个位置在多少 40个点左右吧 40个点左右 就会 突破趋势 向下25 向上40 里里外外加起来 一共就65个点 指数目前 3088 65个点也就是2% 在这2%的狭小空间里 它不会波动的特别久 必然会选择方向 不管是向下形成日线结构 还是向上突破趋势 都形成新的买点 但是目前为止 它既没有向上 也没有向下 我们就观望为主 其实操作的策略 十分简单 就是你别多想 能理解的打一 等着位 是吧 那你说狭小的2% 那可能一天就变化了 在没出现变化之前 我们就保持现有的操作策略就行了 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 保持现有的操作策略 不需要改变 好吧 所以想了也没用 打牌不听你的 我们就做好自己 但行好事 莫莫问前程 我看下一张图 这个创业版周线图序列D9了 周线D9不常见 这个9虽然说是也是9 但是它是阳线 今天是阴线 抽款价格最低 系列下跌的底点出现周线D9 这个9还是有一定效果 我个人认为有一定的效果 那么创业版作为这波下跌的 主要的下跌力量 创业版 创业版如果止跌 对于整个市场止跌 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所以为什么要讲一下 今天的周线D9 刚才我们讲的上指数 涉及到未来的操作 讲一下周线的D9 这里作为创业版指数止跌 对于整个市场的作用 后两张图讲 最做标准的对吧 先讲这个 互生三百指数 互生三百指数 这里出红角线了 这是出红角线了 这也有红角线 这也有红角线 所以呢 即便后面如果再出增化 增化的级别比较小 这个绿角线 风指给 给过滤掉了 所以后来 再出现增化 大概率 小时的概率就比较大了 当然现在没有出现增化 如果再出增化的话 增化的级别会很小 可是呢 深层指 它即便再出增化 它的增化的级别比较大 我们当初说 深层指或 互生三百指数 两个指数 任何一个形成结构 都是加仓的买入标准 就后来加那两张仓 互生三百和深层指 这两个日线的增化 任何一个形成结构 那么它的消失 增化消失 是要需要两个同时消失 不能说互生三百消失了 然后我们就纠错了 大家能理解吗 因为你买的时候 是两个任何形成一个 如果互生三百消失了 深层指还在 那将来它如果带深层指 你还得再买 这就是必须两个同时消失 才能就说 能理解的单一 没错 这样吧 因为我们语音课有录音 今天的图片也不复杂 它讲的东西也不多 如果部分的用户 如果没有图的话 你就语音课听一下录音 其实现在就是说 听我这个语音讲的时候 也能知道什么意思 你对照一下 你去没图的话 你去照一下 这个稳件 好吧 好的 我知道了 这个没图可能是 可能是部分的技术问题 这个录音里肯定是有图的 录音里肯定是有图的 然后没图的一个问题 我们会后再找技术看一下 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应该是部分的 这个学员能够看到有图 然后部分的学员看到 确实是没图 因为它不是一两个人说没有图 好吧 不是一两个学员说没有图 我知道了 回头让技术查一下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讲的 就是这三个 第一个就是 关于买入标准的量化问题 突破趋势 或日线结构的形成 那么 日线动化 3063 30是不动的 这个趋势它每天下移 不一样 它每天下移 也就代表了 它其实从原来的波动空间 变得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所以指数不会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 持续的运营下去 下周吧 下周预计 就要么显成日线的动化 要么就突破趋势了 下周 只在下周 因为一共2% 现在在中间 往上涨1% 它也突破趋势 往下跌1% 它可能就形成更化了 对吧 那一周的时间 向上或向下波动了1% 这不可以登场吗 下周预计就有结果了 本楼大概率没有 下周 好吧 现在有图了 退步重进的是吧 现在有图了 下周 下周大概率是会形成 但不一定有操作 比如说下周形成更化 更化可不是买入理由 可不是买入规则 结构形成是吧 这结构形成 下面的时间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没有 三种没啥波动了 对 这继续在这横着 不长也不跌是吧 在这横着 不长也不跌 还有什么问题吗 纠错的难度很大 你就看这个三成子 大家再看这个三成子 如果向下图形成新的动化 目前DF在这 在中间是只有一个绿角线的 它不像要图成300是吧 它在这反复了 相称是没有 但向下来 要是纠错的话 需要DF是低于这 低于这个位置 难度最大 这大概率不用求错 好吧 部长你有什么办法 你告诉我 请问部长你有什么办法 大概率不用求错 我刚才讲的一个意思 是有些人 他可能不明白这个标准 这个图成300 现在目前假如否 中华消失了 那我要不要纠错 然后我说的这个核心 就是如果 比方说60分钟和90分钟 它俩任何一个周期结构形成 都可以买入 但是它的纠错标准 是需要两个同时消失 这个咱们之前讲过 那除了两个指数来讲 也是一样 生成子和图成300 它俩任何一个结构形成 都可以买入 但是纠错需要 它俩同时消失 这就是今天讲课的 关于纠错这个部分的重点 好吧 我们只是把这个 这个标准的那样 再强调一遍而已 为什么同时消失的纠错 因为一个小时 另一个没小时 但在再次宣传结构的时候 你还需要再买 那不跟你按照一个指数 动画没小时 你为什么不需要 这个在动画的过程中 纠错的一个逻辑吗 那不是一个逻辑吗 对不对 这刚才讲过了 下周三如果出现 动画当九买不买 下周三的说 下周三的说 会出现动画当九吗 还真有可能 但是下周一是吧 下周一和下周二 序列都有可能重牌 下周一序列 下周二序列重牌的 概率非常大 下周三再说 你说商人说 现在虽然说有六 但是下周一和下周二 序列重牌的概率非常大 下周三再说 中国中东 左方两枚导弹 直到下周三拖了 现在好像加沙地区 各场废墟了 各场废墟 864 你要么就不说话 还能跌死你 6510080864 我一直说 当市场弱势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不说话 除了体现出你本人比较怂以外 你还能体现出什么 可是之前低 有分数低还是高的问题 大概率是不出九的 出九你周一的大跌 对吧 周二还不能涨 周三出九 如果周一不跌 序列就重牌 周一跌了周二上涨序列还重牌 所以这个出几九的概率非常大 非常小 非常小 好吧 下周一如果能出七 那么周三出九的概率就是大概率了 那对 但概率没那么大 对吧 下周二还得涨 还不能涨 对吧 出了就是天一 出了也不一定满 虽然说有增化加九 那你还得看周一和周二的跌速问题 你要一二三一线破位式的三四的那种大一线 那你还得考虑一下 因为分数现在就不会不会是那种低点 属于加速跌的这个状态 对吧 加速跌的这个状态 现在来讲就是说我们买入的位置啊 买入的这个风险收益比啊什么的都很好 就是不涨嘛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涨嘛 你不涨我们就没办法 但是对吧 你不代表你的做法是有问题的 我们只能是确保自己的做法没有问题 然后呢这个股市的涨跌交给股市 我们就管好自己就完了 你管得了股市吗 我一直说了一个逻辑嘛 说了一个道理嘛 我们管股市干嘛 你管得了吗 他生意的吗 你抱怨有什么用 对不对 你就管好你自己就完了 在正确的时间里做正确的事 就完了 反而交给国家这 国家都不来的该涨 该涨的涨 好吧 哪有一直下跌的股市啊 你见过吗 你老说这个A股这不好那不好 你看年间 你看A股也是上涨了 长时间来看也是上涨的 看年限 看G线 你这也上涨了 在正确的时间里 在做正确的事 后期国家 我是说的对 你能管好老婆 但你能管好市场吗 你这个话的逻辑就是 市场比你老婆厉害 就不能当你老婆面说 有些女人 对吧 不能讲道理 为什么要跟女人讲道理 我记得 晚上我猜有一个那个啥 老婆跟她发火 那么近年开车 你就不能走两步吗 她老婆跟她说 我在加油的呀 说完之后她老婆还说 加油怎么了 加油就不能走两步 非得开车吗 就非得开车吗 然后反应过来了 无语了 就带个加油桶就行 你能搜到那个视频啊 结果说的有意思 有些呢 我还不好意思在这个 学院区里说是吧 可以搜到那个视频 864你刚才你自己听我说 不说了吗 啊 6510080864 是你听我说的不 这句话你刚说完 三分钟没到 你这不是说好了 这不说的吗 三分钟没到 你说你 你没说怎么 跟你说没说 你不说不说的吗 什么叫不说 你知道这怎么意思不 金鱼的记忆是多少 14秒是吗 还是7秒 金鱼 你比金鱼强不哪去 我其实就觉得 就这样的学现 这根本就管不住的 明白吗 根本管不住自己 7秒是吧 7秒 两条金鱼 14秒 多少条金鱼 也都是7秒 下面的时间 还有什么问题吗 关于公司毁购 这些事呢 我后面仔细的研究一下 我觉得它应该是 代表了另一股力量 我说呢 有些时候呢 是需要借助外力 当然没有外力的话 也不代表它不长 只不过呢 它时间比较慢 航间的速度 或者航间的规模 等等等等 就天人合一嘛 没有人的力量 这天它也会 对吧 该怎么走也会走的 但是天人合一的话呢 就会加速 加速 我们不说这个 我们刚才说 我们最开始说 就是的时候 我说这个 鼓励是没法用的 鼓励是没法用的 硬化税呢 它只能是短期的活动 而且短期一旦高开的话呢 我当时说的非常明确 是吧 我说我会卖出 因为高开呢 就代表了 这中间有一个大部分 是没有成交的 也可以看到这跳空缺口 这个没有部分的成交 它是不正常的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把这部分不成交的填平 你们可以看作是缺口回补 但是我为什么不提倡大家提前 这缺口理论 是因为 有的地方它回补了 有的地方它没有回补 它不是一定会回补 只能说是概率问题 你比方说 去年 去年11 11的行情起来是 在中间那个部分 有一个很大的缺口 但如果你认为这个缺口一定补 那么后面的行情 差不多一大半的行情 你就会踏空 虽然到现在为止 也回补了缺口 可是它经历了半年的时间才回补 那么假如说 你因为这个缺口 你操作 你卖掉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你根本就扛不住了 这个算账 所以不要理会缺口 这是没什么消息的时候的缺口 但是这个 这个 这个樱花税的缺口 不一样的 它是有消息刺激 所形成的巨大的缺口 而且缺口比较巨大 那么这个时候呢 通过以前的市场的研究 绝大概率都是会回补的 无非就是 而且它会尽其回补 但是确实没有想到 这次出樱花税 直接高开5%以上 当天就回补了 回补了80% 但是这个 这事跟缺口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 我们当时说的那个逻辑呢 我说樱花税这个事呢 其实起不了太大作用 所以一开始 我就这样说的 我说真正能起到作用的 能够改变股市运行 目前的这种状态的 就是国家对入场 对吧 我当时说的这样清楚 国家对入场 属于外国资金入场 上市公司回购的是 是上市公司 市场里人的资金来解决 如果你认为市场被低估 你就应该回购 对吧 你比方说 银行那么多钱 你凭我 上市公司 美股上市公司 凭我那么多钱 格力那么多钱 王台那么多钱 现在现金干嘛呢 你如果认为 自己的股价被低估 你就买来之后 把它注销 买来之后注销 现在的股份越来越少 然后呢 公司的盈利情况不会变 运营情况不会变 那公司的股价 就会继续上升 股价上升 对所有人都好 对股东也好 对商人公司也好 对所有人都好 对吧 所以注销一点都不吃亏 回购注销一点都不吃亏 平用公司 每年差不多有700到800亿 美金 回购资深的股票 可以注销 最近的这么多年 下来之后 总股本已经下降了40% 回购注销了40%的股份 所以凭我的股票 你看这些年一直在涨 是吧 一直在涨 你持有那么多钱 也没什么用 是吧 三公交税 三公交税 也是给全体股东 回购注销 也是给全体股东 所以如果我们对于注销这个事 如果有认识 上市公司有认识 这就是一股很大的力量 这两股力量 外部力量 但内部力量 夹在一起 股市必然会改转 你们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能理解的打一 但是上市公司 我个人认为 包括咱们学员 十有八九 对注销这个事不了解 上市公司 十有八九 对注销这个事的意义和价值 它也不了解 你们能理解吗 包括财务怎么处理 你不能说 买完股票 需要这个财务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这个财务是有专门的处理逻辑的 一般的财务可能搞不定这件事 这里需要专门的培训 在这个时候 这证券会的作用是什么 特地证券局 家里的上市公司 把他们财务交过来 把他们的负责人 叫他们开会 是吧 鼓励 咱们也不能说强制 鼓励 搞他这么多的什么好处 财务怎么处理 找人教他呢 财务怎么处理 这才是实实在在的事 是不是 对不对 你们想想对不对 财务公司也好 国家队也好 评论基金也好 买入持续的买 给他买上慢牛 这才是实实在在的事 我就说的不算了 我只是建议 个人建议提供反稿 反正我是这件事 我肯定怎么干 把两股力量都调动起来 现在上市公司 很多人在不得不懂 什么是鬼咒 这是住校 是吧 不得讲了 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这里全面 我们的课程